觀眾朋友 大家早 早安 您好 我們現在很談的是 整架飛機340位的旅客 全部都是帶在這班飛機上 其實我們在昨天晚上 10點50分的那班班機 本來是預計12點半 凌晨的時候會到達台北 結果因為整個大延遲 我們從12點半 才能夠從香港機場起飛 我們2點40分的時候 已經人都飛到桃園的上空了 結果因為沒有跑道可以降落 我們整個飛機全部 抱歉 整班的飛機 又讓我回到香港 現在早上4點9 我們又在香港的Lending 好 剛才您聽到 是主播周慶玲她的說法 原本她搭乘的班機 是在昨天晚上10點50分 要從香港起飛 但是延誤了將近兩個小時 在午夜的12點25分 才正式起飛 而且都到了桃園上空 卻身為塞機 而且台中跟高雄的機場 也都客滿 因此班機是原機 再回到香港 300多名乘客第一時間 還不能夠下飛機 就待在狹小的機槍當中 合計超過10個小時 而不只主播周慶玲 包括大批的台籍旅客 在昨天也滯留到了 香港機場這邊 而且兩家國際航空 目前等待後補的旅客人數 已經將近千人 那麼很多人 就在機場大廳苦苦守候 還控訴業者 對他們是不聞不聞 渡真颱風已經遠離 但桃園機場停飛了一天之後 有大批的旅客滯留香港 其中長榮航空的後補人數 便多達500人 華航也有兩三百人 有旅客等了二三十個小時 又不敢走開 他並沒有通知說這些航班 他們要怎麼去做安排 乘客可以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至少得到一些舒適的休息 乘客全部都是自己來 自己找飯吃 自己找椅子坐 明天後天定位也定不了 所以我卡在這邊 我也動不了 台鐵做一些錢 有delay都可以有賠償什麼 怎麼花幾萬塊幾千塊 外坐飛機什麼都沒有 航空公司除了調度 比較大型的航機外 長榮預計 凌晨三點會加開航班 疏導旅客 凌晨三點會有一班加班機 可是現在又要等七點才能做缺認 因為遇上中秋 以及大陸十一國慶連假 機會本來就很滿 目前如果要定位飛台北 最快也要排到10月2號 讓滯留的旅客們實在好無奈 只希望能盡快排上後部返台 記者綜合報導